Hello,大家好呀,我是娜娜,我出来溜街了 现在呢,我们要去取钱 在机场的汇率太低了 人民币对里拉财1比3.5 现在我们去银行找个贵源机直接提款 看这个汇率多少 现在我们是在那个欧洲去的市中心了 这里呢,就是独立大街 用银链的卡就可以 最多呢,可以取2000里拉 最少是50,250,250,250,500,12000 咱们取得2000里拉 我们要先取卡再取钱啊 因为有时候你直接先把钱取了 可能卡给你吞掉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取得2000里拉 好像是真的不要手续费 好了,现在咱们把钱取好了 就去逛街啊 今天是Citywalk的一天 非常有趣的土耳其冰淇淋啊 Hello 每栋房子后面呢 都有这样一条街 我觉得这种小街 真的是可以好好的逛一下的 充满惊喜哦 诶,我们就住在那了吗 我就是住在那个地方 出来逛街特别方便啊 过来就是独立大街了 我刚查了一下 国际汇率是1比4.47 相当于我们2000里拉才多少钱人民币 才400多人民币 一段少了 待会儿重新再去取 超帅的 看这个玩具像不像 Made in Canada 是不是特别像 小马 似曾熟悉相识的感觉 大金花上面字都是中国的 然后这条街上呢还有屈臣室 其实我们过来呢也不用带太多东西 像牙膏牙刷然后洗面奶呀护肤品 然后这个需求室里面都能买得到 来土耳其的话 我们一定要买几瓶这个玫瑰水啊 可以湿敷 然后也可以当那个喷雾 没事我就会拿出来喷一下 这个真的很好用 这个呢是可以喝的玫瑰纯度 把玫瑰水倒进这个分装壶里面 随时补水啊 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所以说我真的是建议人手两瓶哈 土耳其原装进口版本的啊 大家放心用 链接给你们放在下面了 你们随时都可以去拍 现在我们往这种小巷子里面来逛啊 哦 好多这种小食品 太熟了这种感觉 这些东西就是土耳其的 是这边的特产 好漂亮哦 这个是茶具 然后这边是坚果啊 茶 所以这个我必须要去逛一下 18K AU750的 这些手势不是太好 这些都不是天然的 这个不是我们要走的 都不是天然的 哪里来的呢 中国 是 在北京 在莫斯科 在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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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去逛了一个金店 它的有些饰品呢 确实不是天然的 但它非给我说是天然的 然后我看一下他们的一个戒指 那个黄金戒指 它是不让拍的 那个黄金戒指的话 是22K的 和人民币是700块钱一克 然后我就没买 我走了 还很不高兴 这又是一家店 但是我也看了一下 这些宝石都不是天然的 就是人工合成的 所以说呢 就是经验不是太丰富 不要自己到这边来买珠宝 看一下 这个绿松石 土耳其石 这家店的老板 就挺好 我说能不能我们拍一下 他说可以 哦 我知道它是一样的 这是自然的吗 是的 好的 我可以试试一下吗 好的 试一下啊 土耳其松石呢 还是比较有名的 因为当时很多地方 像波斯 有些埃及啊 会通过土耳其运到欧洲 所以说 土耳其石 又叫陆松石 老板开价是一万 一万二 两千多 十四K 这金币点薄 看看看 又发现了 这家中国的小厂品变 一百里了 和人民币是二十多块钱 就像中国的那种 什么食别店啊 那种的感觉 好多这样的项链 这个酒是相当于 是才二十多块钱啊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那种 集合面一样 光烈了找了一家餐厅吃饭 然后点了一份意大利面 三百多里了 大概是人民币六十多块钱 意面里面有两根这个棍子 不是棍子 是饼干 我以为是不是 我习惯了 看它的棍子我就想把它当筷子 结果 我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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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过来买水了 我们现在过来买水了 看一下价格 可乐 芬达 雪碧 都是三十里来一行 相当于人民币六块多钱 这些都是三十 然后这个切成花费是四十 确实的话 相当于人民币是八九块钱 九块钱 然后我们拿了一个当地的混合果汁 十五里拉 相当于是三块多钱一瓶 多少毫升 两百毫升 干杯